愿我经者祝佛圆绝求善之事 莫执外道及与恶圣 第一个就谈到 我要走修行的路 我要走的是 透过大圣菩萨道 成就唯一佛圣 找回自己原名的本性 在一路学道的过程里面 我希望旁边围绕的都是善之事 都给我指引一个正确的修行路 千万不要碰到外道 还有二生的修行者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那个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外道让我们心外求佛 一事无成 可是二生的修行者 灰身灭智 很容易一个不留神 把自信里面度众的慈悲 就无法显扬于外了 所以不要学恶圣行者 成空守级 你发愿第一条就发这个 后学送给各位前嫌的 那个发愿文 你仔细看 都完全符合这些内容 医愿修行 剑断诸杖 杖尽愿满 便登解脱 清净法殿 我们医者自己的愿力 按部就班 或礼杖 或试杖 然后随着自己的无名越来越淡 终有那么一天 涌断 礼杖跟事杖 就登清净法殿 清净法殿 就是回归到我们的长极光净土 恢复到你的原名自信 所以正大原觉 妙装言喻 长极光净土 就是佛所居住的一个净土 那我们呢 只能在这么一个 所谓的凡圣同居土里面 让自己的心 尽可能的依注在圣人的义礼之下 不要随外面的境界去流转 所以耳时 世尊欲重宣此意 而说济言 看到这一段经文记载 就表示 佛陀已经就弥勒菩萨 所发的疑惑 给了圆满解答以后 他要做一个总结了 他说弥勒汝当之 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 皆由贪欲故 堕落于生死 贪跟欲啊 是轮回的根源啊 若能断正爱 给予贪生吃 不应差别性 皆得成佛道 不论我们的根气 是落在五性的哪一个区块里面 如果我们依照圣人所教 把欲心给减弱了 没有爱政取舍之心 也没有贪嗔吃三毒 那么你是照着佛陀的教诲 我们去做了 都可以成就我们的无上菩提啊 所以二战永消灭 求师得证物 随顺菩萨愿 依止大涅槃 讲善知识的重要 找到明师 你就是光明大道 如果找错了老师呢 可能前途就一片一片黑暗了 十方诸菩萨皆以大悲愿 视现入生死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静未来记 人世间有任何一尊佛菩萨 导庄降世 都是本于无始节以来 清净的悲愿 要度尽一切众生 所以现在修行者及末世众生 情断诸爱见 辩归大元节 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凡夫地 那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就是 怎么样扫尘除够 熄灭自己的贪嗔痴 成就我们的界定会 第六章进入到清净会菩萨 后学安排的今天的讲课的时间表 就是在清净会第六章讲完 我们就可以收诗书包回家去 本来想说如果外面狂风暴雨的时候 可能还要提前下课 结果大家眼睛很尖 说阳光洒进来 好像风平浪静 那我们还是依照既定的课程 要把第六章分各位前嫌 分享完毕 然后我们就下课 我们看这个内容 于是清净会菩萨 在大众中急从做起 弥勒菩萨问完了 清净会菩萨又站起来讲 他说顶礼佛足又绕三扎 常规插手和博佛言 大悲世尊为我等辈 广说如是不思义事 本所不见 唯一佛圣秘密葬的 本来就是不清瀉的一个什么 一个秘宝 那佛陀已经透过几位大菩萨的一个请求 把这个千古不清瀉的秘宝 今天很容易的 毫无保留的呈现在 我们所有人的前面了 所以他说 本所不见本所不闻 我等经者蒙佛善用 这个本来很难得遇到的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蒙佛的慈悲 我们遇到了 听佛开示以后 身心泰然得大什么 大饶意 身心泰然就是 心广 体盘的意思 结到什么 结到一个解脱了 心里面的束缚不见了 多半我们一些人 如果在认真研究意理的时候 都会曾经有片刻的时间 是觉得解脱自在 差别就是 疏合起来了 一走回原来的那个红尘熟识的时候 就眼睛所见 耳朵所闻 就这也看不顺眼 那个也看不惯 也听不惯 于是又从那个清静当中 掉入了什么 无穷尽的烦恼里面 所以这也是很正常 怎么样让自己在清静的领域里面 多停留一些时间 安住在那种状态 那个就是功夫 那个就是火候啊 那个本来就应该是 日积月累 才能够堆砌出来的一个成果 所以不用急 慢慢来 但是也不能一直 从生到死都讲慢慢来 然后到闭上眼睛那一刻 才发觉 我真的是慢慢来 因为我从来没有往前踏一步 那就不得了 不怕人走得慢 就怕人站得太久 所以所谓的慢慢来 没有要求你要一步千里 可是总要击溃步 你才能够日游所成啊 所以愿为诸来一切法众 重宣法王圆满觉醒 一切众生集诸菩萨 如来世尊所证所得 云和差别 清静慧菩萨再一次在问 将众生的修行 菩萨佛陀在所有修行的过程里面 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那看起来好像跟前面没有什么不同 前面讲五性差别 不是讲过了吗 你怎么又在问呢 那你看看这样的问题 佛陀又是怎么样的 在回答清静慧菩萨 令漠视众生 闻死圣教 随顺开悟 见识能入 不间断的听 不间断的学 就能够慢慢振入到我们的自信 做事予以五体投地 如是三寝 终而复始 所以清静慧菩萨的疑问 就是前面所说 既然说佛性 胜不增 繁不减 那为什么还会因为修正 而显现出了 五十几个位次的一个差别呢 那我们就讲得很清楚 佛性确实是胜不增 繁不减 但是也练的过程里面 学习的过程 个人用功多少 你就有几分的收获 因为佛在《楠言经》讲 理须顿悟 趁悟病消 这个道理我明白的当下 所有过去不明白的事情 就烟消物散 但是明白不表示 我们就做到了 你进一步是 事须见除 因次第性 次第境 你要按部就班 从或见或 或失货 或成杀货 这样逐步逐步累积自己的功恨 所以佛性本来是平等 虽然表面上因为修行 而有不同的位次 但是你在不同位次的时候 会因为谜跟物的程度不一样 你的佛性就有任何的增与减吗 都没有 只是显发的功能 能不能够达到百分之百而已啊 好 谢谢大家